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电动物 煤炭和其他必需品送入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这个行动被称为柏林空运 从1948年到1949年 西方盟国通过空运向西柏林运送了超过200万吨的物资 为了让这个数字更容易理解 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些物资堆成一座山 那将是一座相当高的食物山 足以让任何一位饥饿的居民感到欣慰 在这个过程中 飞行员们的表现简直可以用超人来形容 他们在极端天气和紧张的局势下 依然坚持飞行 甚至有传言说 有些飞行员在降落时 故意把飞机的门子放得低一点 以便在最后一刻滑行到跑道上 仿佛在进行一场空中芭蕾 当然柏林空运不仅仅是物资的运输 它还象征着自由与团结 西方国家通过这一行动向苏联展示了他们的决心 表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对西柏林的支持 可以说柏林空运不仅是一次物资的输送 更是一次精神的升华 在这个过程中 柏林的居民们也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和幽默感 尽管生活艰难 他们依然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有些人甚至开始在空运的物资中 寻找空运的乐趣 比如用空运的巧克力制作空运蛋糕 以此来庆祝每一次成功的飞行 总之 柏林空运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更是人类在逆境中团结与奋斗的象征 它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像那些飞行员一样 勇敢地在天空中翱翔 带着希望和勇气向前飞去 欠写小刘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古巴导弹危机世界的边缘 古巴导弹危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紧张刺激的间谍电影 但实际上它是冷战时期最具戏剧性的性的事件之间之境的事件之一 1962年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想象一下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像两个在武之中互相对峙的武者 随时可能因为一个错误的动作而引发一场灾难 故事的开头 苏联在古巴部署的核导弹 距离美国本土仅有90英里约145公里 这就像是你在邻居家后院发现了一台巨型烧烤架 而邻居却在上面烤着你最爱的牛排 美国总统肯尼迪对此感到震惊 决定采取行动 他的选择是封锁古巴 试图阻止更多的导弹技术 在这场危机中 双方都在进行一场心理战 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就像领导人赫鲁晓夫 就像免贵骑手 试图通过一械来逼迫对方让步 赫鲁晓夫甚至在一次演讲中提到 我们将把美国推向海洋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太友好的海盗宣言 有趣的是 危机的解决并不是通过轰炸或战争 而是通过一场秘密的交易 美国同意不再入侵古巴 并秘密承诺撤回在土耳其的导弹 而苏联则同意撤回在古巴的导弹 就这样 世界在一场紧张的对峙中 最终选择了理智 这场危机的后果深远 促使双方意识到核战争的可怕 最终推动了核裁军谈判 可以说 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冷战的一个高峰 也是人类智慧和理智的胜利 所以下次当你在看电影时 看到紧张的对峙场景 不妨想想古巴导弹危机 毕竟历史有时比电影更戏剧化 而我们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历史教训 才得以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跳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水门事件权力的阴影 水门事件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某种神秘的门 背后藏着无数的秘密和阴谋 实际上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丑闻之一 涉及到权力 谎言和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看看权力的阴影 如何在华盛顿的灯光下游走 首先水门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72年 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 尼赫松的竞选团队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情报 竟然决定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水门大厦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部好莱坞的间谍电影 但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如玉期败顺利 潜入者被抓了 事情开始失控 接下来尼克松的团队试图掩盖这一丑闻 结果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调查和揭露 就像是一个雪球越轨越大最终导致了尼克松的辞职 想象一下 一个总统因为一扇门而辞职 这简直是历史上最昂贵的门了 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两位记者鲍博 伍德沃德和卡尔 伯恩斯坦像侦探一样深入调查 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们的努力不仅让公众看到了权力的腐败 也让人们意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可以说水门事件是媒体与权力之间的一场猫鼠游戏 而最终老鼠尼克松输得一败涂地 有趣的是水门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 他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信誉 促使了对政治透明度的呼声 甚至在今天 提到水门这个词 大家都会联想到阴谋丑门和权力的滥用 可以说水门事件不仅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也是全球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最后水门事件提醒我们权力并不是万能的 真相总会浮出水面 就像那句老话真相是最好的调味量 在权力的阴影下 真相往往是最难以消化的部分 希望大家在追求真相的路上能够保持一份幽默感 毕竟历史有时就像一场喜剧 充满了意外和反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迷雾 回顾了三个深刻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事件 柏林空运 古巴导弹危机 和水门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在逆境中展现的勇气和智慧 也让我们感受到权力游戏中的幽默与讽刺 董结以下柏林空运未被围困的西柏林居民送去了希望和物资 古巴导弹危机则让世界在核战争的边缘走了一遭 但最终选择了理智 而水门事件则揭示了权力与真相之间的较量 提醒我们在追求真理时要保持警惕和幽默感 真如分析这些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必是常常以一种比小说更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变迁 柏林空运中飞行员的空中芭蕾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心理博弈 水门事件里的猫鼠游戏 无不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压力时的智慧和创造力 正是这些故事让我们意识到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团结理智和勇气 总能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当然历史的魅力在于 它可以引发无尽的讨论和思考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分享你的观点或者提出你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这段历史的旅程中继续探讨交流和学习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节目点赞 转发 edu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